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位叫做什麼我也不熟啦 吳辛黛的...有選上嗎?好像也沒有嘛 吳辛黛的...台灣激進黨的黨員 你說黑道的定義是什麼? 成群結隊有前科的人 那陳吉思汗不就是一個幫派? 況且館長酸人黑道 自己陳吉思汗裡面有一堆前科的不說 黃國昌倒是從善如流 我知道你要流量,那我就免費送你一個流量 律師剛走,異作嗎?你也不是議員 吳辛黛小姐,請你這句話呢 自己去跟法官解釋吧,好不好 欸~~~好不好 我對你提告,第一件事情我對你提告 那會不會告得成呢? 請你去看李天舵先生,絕對成 律師團來了,確定這個可以告了,沒問題 首先我又被攻擊了,我又被黑道了 我也沒有政黨,我也沒有要選 你在打我是打什麼意思的 哦!我知道了,打我打什麼意思的 你要流量嘛,激進黨要流量我給你 流量有兩種,一種是好的,一種是不好的 啊你們要流量,我給你啦 我當初啦,認為他是一個小黨 所以當年啦,當陳柏惟開始來的時候 我就幫陳柏惟,因為我認為這個人呢 能言善道是個角色 所以柏惟我就蠻挺他的 我們畫當初啦,我們從當初 當初他是激進黨的沒錯嘛,不要說現在 為什麼我要講到陳柏惟? 因為當初你們激進黨就一個成才的 他還是從還沒有當立委來跟我上節目 上了多少次?上了非常多次 為什麼我今天要給大家畫,給大家畫重頭 我今天我沒有招惹你們嘛 而且我還幫你們黨裡面的陳柏惟 我有沒有收錢?我沒有收錢嘛 你們激進黨應該很了解 你們當初也有助理來我的現場嘛 管哪是什麼樣的人?你們應該懂才對 哦!我挺我認同的人嘛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我有沒有幫過你們?有,我有幫過 誒!誒!好不好! 首先激進黨哦,我前面講的怎麼那麼多啦 我前面其實講述的就是說 我幫你激進黨幫了不少 雖然這個人離開你的黨了 那我也沒惹過你激進 你現在跑來惹我 我覺得第一個莫名其妙 第二個你講的東西也不存在 也不是事實 你這個東西直接侮辱了兩個人 第一個是侮辱我 第二個是侮辱黃國昌 那首先呢 我也慶幸陳柏惟離開這種政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位叫做什麼我也不熟啦 吳新代的... 有選上嗎?好像也沒有嘛 吳新代的...台灣激進黨的...黨員 你說黑道的定義是什麼? 成群結隊有前科的人 那陳吉思案不就是一個幫派 況且館長酸人黑道 自己陳吉思案裡面有一堆前科的不說 黃國昌倒是從善如臨 我知道你要流量 那我就免費送你一個流量 律師剛走 異作嗎?你也不是議員 吳新代小姐 請你這句話呢 自己去跟法官解釋吧 好不好 誒!好不好 我對你提告 第一件事情 我對你提告 那會不會告得成呢 請你去看李天舵先生 絕對成 律師團來了 確定這個可以告了 沒問題 那就告吧 嘿 我就想反問嘛 請大家所有人去問他 陳吉思案裡面一堆有前科的 請問吳小姐 你沒有證據之下 一個 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你也是民意代表 只是落選的那一個啦 你今天可以 無緣無故去指稱人民 我是人民吧 雖然啦 我一個人抵司個立委啦 但是我不是政治人物吧 我的薪資 是我自己賺的吧 這我也沒有政黨嘛 雖然我跟很多政黨的人都很好 但是我沒有政黨吧 你今天對付人是不是搞錯對象 寫這個文之前 有沒有深思熟慮 這句話啦 這句話就成了啦 好不好 你去法院 找法官聊啦 那之後如果要和解的話 再跟我律師講 好不好 嘿! 你要和解的話 再跟我律師講啦 再看跟律師怎麼聊啦 我在跟社會大眾報告啦 對不起館長 我六會了 我四會了 請問絕對不是誤會 是六會 八會 四會 三會了 館長我六會了 我誤會了 哈哈 給我個機會嘛 你知道的這樣子嘛 我們這樣子那樣子 沒關係嘛 好不好 三文也來不及了 你是你 他哪有三文 還在還在 怎麼會 他沒三啊 沒三沒三沒三 再再再再 沒三 沒三 嘿 我哼 來看看 我哼 親私 我哼 你 跟我哼